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老郎 因为猴哥给了我一个2000瓦的逆变器 然后我自己车上还有个300瓦的 那个2000的放到那儿了 因为后期涉及到切换的问题 然后我买了个这个东西 送电源这种切换型 但好大呀,我现在没研究明中放到哪儿 我车本身空间就小 不行,你给它放到这底下吧 视频到这儿肯定会有人问我 那装一个逆变器不就得了吗 这里涉及到什么问题啊 2000瓦的逆变器它的待机功耗要大 就说你如果说长期用的时候 比如说我只用笔记本 只用给这些相机充电 给温机充电这些时候 那么用300瓦的小逆变器是最合适的 但是我要如果用个电高压锅 或者电饭锅的话 就可以用那个2000瓦的合适 然后这个中间你不可能 我再接两个插座也麻烦 然后用这一个插座输出 通过一个这个东西 它就可以自动转换 用哪个逆变器就切换到那个电源上 我先把它装上 装完之后 大会看看它的工作原理你们就懂了 现在两个逆变器的线 我已经都接里边了 这个是那2000瓦的 现在默认是 接在备用电源 接在那300瓦电源上 然后我把这个逆变器开开 它就自动切到那上去了 然后把它切关掉 自动就回来了 是不是蛮耗时的 当然我的人爱 爱捅我 然后那个兄弟们别学我 这东西对你们来说没啥用 我也就是因为好玩 就因为那个2000瓦代机功耗大一些 这个代机功耗小一些 这样用的话 他们俩就可以无缝连接 其实倒是麻烦 这东西倒不贵 这东西很便宜 50多米不到60 那个然后反正你要愿意玩 像我爱玩的就按一个 挺有意思的 用一路这个擦桌输出 然后切合两个逆变器 它自动就动了 现在是两个逆变器都没有电的状态 都没亮啊 然后咱们试一下 小豆小豆 打开逆变器 切到没有点圆了 然后现在 我要是小豆小豆 小豆小豆 关闭泥变器 我现在把这个泥变器打开 把这种切回去了 我把这个装到我的桌子底下了 小豆小豆 打开小电源 电源接通亮了 小豆小豆 打开大电源 好的 小豆小豆 打开大电源 这就实现这个茶牌里边 两个积电器的自动切换了 然后关闭的时候并不影响它 这样师傅感觉挺好的 比如说现在 现在是小电源 小豆小豆 关闭小电源 好的 然后现在是两个逆变器都没有开的状态 如果说我正要煮饭 那我就用大的逆变器 小豆小豆 打开大电源 小豆小豆 打开大电源 好的 它自动就切成这样了 这是我那个冰箱 冰箱我也装上了 看 冰箱也装上了 冰箱装到后边了 这是开关 现在开始工作了 冰箱也能干活了 怎么样 是不是感觉我这个车 虽然说灵阳小 就感觉比我的A6还要能装 我都不知道为啥这么能装 它比A6能装 你看 现在这个冰箱 这是我的插据盒 然后 这个位置 装那个水桶 水桶后边装我那个音箱 电脑 这个空中里边 这两边的空中里边 里边装那个液化器罐 外边可以装大米 然后米修的狗粮 准备装到副驾驶那去 放到副驾驶脚下 这样或者是装到我车顶行李箱里边 剩下一些其他的行李什么的 都装到行李箱就行了 感觉好完美呀 小豆小豆 打开后门灯 小豆小豆 关闭后门灯 太漂亮了 然后 我又买了一个智能开关 因为我这个四路的 我又买了一个四路智能开关 我准备把我车设置成叫小豆的话 车自动打火 小豆小豆 打开发动机 小豆小豆 打开后备箱 开了 是不很牛叉 哎呀我发现我真是个天才 一定会有人问我说 马上天就冷了 还要装冰鲜干嘛 因为我这个一两天就要出发 然后呢 这样吧 我让你看看我 头几天录了一小段视频 你看看这段视频 你就知道啥事了 我的天哪 这都是我要喝的东西 今天给我开的药 哎我跟你靠里边的啥 看这什么 这这这药 这药你好像吃过 好像是吧 这个东西 还有什么贵皮 这个好像 那我太用的吧 好像贵皮 这是什么猫 猪猫 猪猫 这什么 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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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药弄好了 老实是 你要弄不好 你回家喝 不管你 你这药要 白花 你先白花 行还等会儿吧 你吃人 这是几副的 一两个小时之后 四副 四副 一两个小时之后 啥时候一个药牛球都行 好好好 刚哥医院查的 先查得请注意 查完颈椎 又查这个 做臂草 我是有 脂肪盖 胆囊炎 一线炎 还有 前面上胃炎 还有 肾解石 我感觉剩下 我整个人都不好了 然后我开了那么堆药 要喝好几天 看看这些都是中药 本来是不准备带冰箱的 这回还是带着冰箱 因为这个中药 这个冰箱冷藏着冷藏着 一天两大 好苦啊 好苦啊 怎么样明白了吧 给这个做冷藏先用来 用来冷藏 不是用来冷冻的 等把这中药喝了了 喝完了之后 我就用不上它 但这里到时候可以冻冰箱 这时候冻北好像用到吃冰箱了 没办法 那个找中医看的胃病 我一直胃疼 吃点胃药 然后把胃调理好了 也能更好的出去玩 这两天马上就出发了 基本上玩事了 我现在再把电台装上 我就不拍了 一会儿拍好了 你们看得了 对象机要我装这儿了 打眼难的 别说什么打眼可惜了 我就这么任性 车便宜 随便造 好使了 好使了 关机 车基本上就是全部完活了 这边有几根线头没弄的 一会儿把它弄上 然后车就算往里边装东西了 电台 包括冰箱啊 拆暖啊 还有说这些开关啊 电等等 全 全 全军出击了 全军出击了 不是全部完事了 哈哈 然后 明天收拾东西 差不多后天能出发 明天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 要把这个车上那个 纸磕啊 还包括车里边破烂都卖了 包括这破车也卖了 车也不用了 把这个管子拿下来 把管子搁下来 剩下的完了 就全不要了 卖铁了 这里还有一个拉网的 把车里边这些纸磕啥全卖掉 明天收拾破烂 看看明天能卖多少钱